据船房报 他们是全船失电 引发了这个失控 这个湾头水域呢 是我们整个黄浦江里面 湾头就是这个可航水域最窄的 只有210米 那么这条船呢 有158.85米 另外这条船装了 2万2千吨的一个机制沙 是属于重载的大型海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